香港時間早上6點左右 這一節就講AO 因為這一節已經進入香港時間早上 下一節我想講拜登 拜登為什麼要對付中國漁船 今天有四節的 不會有三節 四節五節這麼多 五節真是我頂不住 我頂不住 我想挑戰了偶一為之也好 每天都五節 每一節做三個小時 3 3、4、1、12 這樣吧 別人以為做節目很容易 如果做到像大學教書那樣 那就沒辦法 大學也不是教書的 有些人 這個首先是由明報理先知報 接著是光傳媒跟進 政務主任以往 那些是可以被選到去哈佛或者史丹佛讀書 讀兩年 一年到兩年 即是讀一個 master degree 回來 接著通常都是平報清雲 曾sir就是一個頂型的偽子 即是特首 之前特首登任著史 他沒有undergrad degree 他就是獲政府保送去哈佛大學 然後他拿了個master degree 再回來 接著他就一直升上去 接著大家都知道他最後變了特首 但是這個以往視為政務官 升官 有兩條渠道 即是去外派 一個就是 第一個就是去外面 即是哈佛 史丹佛那些讀書 哈佛就主動和你 cut off 關係 史丹佛也主動 cut off 關係 沒有了這個 你只要去北京大學 北京大學 你讀我的那份 北京大學 你不如做黨官才讀北京大學 中國自己的人都爭著去美國的大學 你覺得你去北京大學有多的影響 但另一個應該很快都會被取消 就是香港駐外經貿辦事處 因為香港 其實這兩個都是同一樣東西來的 類似的做法的工人 但是你現在沒有了這兩範之後 香港的AO 究竟AO還剩下的吸引力 還有人工高以外 很明顯沒有 很明顯 甚至是人工高 你看到很多人都不屑為之 都知道 即是本來已經是AO精英那些 已經流失越高 越來越高 現在要去到這樣的 這種情況就更加 即是你只能夠去北京大學進修 究竟之後 AO會收到什麼人 大家心照 可能以後的AO 全部都收到紅二代 趙家人 接著他們上去 又不用上立法會 這些解話 是不是 做一些政策的亂糕 接著香港變地獄 都是這樣的 你 你要知道為什麼 Stanford 和哈佛 以往為什麼要送AO去讀書 以及 以往為什麼 一般的明日之星 會派到HKETO 你才明白為什麼 為什麼這個 這麼傷害大 這個真的傷害大 很多時候 讀名校 主要的目的 其中一樣 當然是學術環境 有一個學術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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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你的思想 這是其中一樣 很多人讀名校 有名的大學 但另一個 讀名校很重要 其實就不是那 我在哪一家名校畢業 很厲害 我看到有些人 就是 人煙四人 接近五張 還在那裡 他自然中學讀哪一家學校 來耀武揚威 那些 我都覺得很頑皮 那些人 你不要說我直接批評 那些 如果我開名 那些 多數都跟岩拔有關 不知為什麼 岩拔特別多這些 K人士 我都不知為什麼 去到 人接近五張 那些 中學讀哪一家 很頑皮 不要玩 但通常 讀名校 中學也好 大學也好 主要是人際網絡 如果你是 譬如你年輕的時候 其實年輕的時候 尤其有用 你說碩士的時候 已經差一段 我告訴你 為什麼這樣說呢 你年輕的時候 可能 大家都 Nobody 年輕的時候 大家都Nobody 大家都在Nobody的時候 大家一起玩 一起有個關係 大家都知道 對方一起成長 跟著 那個人物網絡 是最值錢的 OK 所以為什麼有些 很拋入自己 中學那個 如果不是我中學的 朵 入名校 你中學 我就不是要那個朵 是要一起成長的網絡 OK 那個是 你的社會很穩定 一起成長網絡 幾十年後 大家一起成長幾十年後 大家 低個顏色一起玩 然後 各自在社會上重要的位置 這樣的 那個邏輯是這樣的 甚至 某個程度上 你入名校 是一個脫貧之路 因為香港以前沒有直資 那些學校是派的 成績很派的 所以說 董建華搞直資電話 被人搶了 是這樣的 那你說 送一些AO 去 外國 例如 Stanford 或者哈佛 當然 一方面是做研究 做研究 你有一個提升的研究能力 你的政策研究視野 學術上不要太流 這個第一 就是你始終日後 為了你要做 C局級 Polo 但是另一方面 是要建立 你和那個 因為你讀得這些 是MASTER的 也有這麼多資料 你做政務主任期間 你建立了那個Network 你建立了Network之後 然後再 你可以招攬人才 就好像當初 曾俊華為何進來香港政府 曾俊華本來在美國 是波士頓教育局的 那時候在哈佛認識曾俊 曾任喬 大家都是香港人 不如回來香港做政務主任 服務香港政府 所以才出現曾俊華 曾俊華是特例的 曾俊華 他是美國州政府的官員 再轉為香港政府的官員 所以其實他以他最熟悉的 所以他經常講教育 因為他是教育官員出身的 美國 估計是應該他看教育的 是不知為何音叉揚 他看了幾十年財政 他不是看數的 他是看教育政策的 其實他做教育局局長 是最適合的 但是你知道 中國政府不會讓他做教育局局長 一定不會 死也不會 不用這樣 他的背景不用這樣 他是最擅長的 但是他不會給他 但是 你有這種音樂特例 也都可以 比如和其他國家的政府 因為通常 其他國家的政府 都會送一些 明日之星過去哈佛 或者是Stanford讀書的 商界的明日之星 甚至是 你有一個網絡 日後對他 在政策上 或者是推進投資 各方面都有用的 所以為什麼香港政府 不送牛劍 是送美國 是比較有趣的 這個不是 特區政府那時候 決定送去美國 送去美國 這個是英治元代已經是這樣的 因為 香港是跟美國的關係密的 那個賺錢的關係 我當然是希望 那些AO 跟美國有良好的聯繫 英國那班 怎樣 英國FCO班 一向都看不起香港人 英國人 就不歧視香港人 但是FCO那班 就歧視香港人 是不歧視香港人 不歧視香港人 一直都知道 所以跟FCO那班人 說話 就學了 英武學舌 學了FCO的人 說話 對著香港人 我一直不是跟FCO的 我一直以為 打架到最多是HOME OFFICE HOME OFFICE不是這樣說話 當然跟HOME OFFICE 有不好處 然後說話都很牢 下下的PORIS 都很牢牢 那些主張 那是不同的 那但是 你說 哈佛 哈佛 Stanford 以往是 比香港那些官 有一個良好的 國際視野 對外關係 學上的 但是你現在香港的官 變成走狗的時候 你想一下 Suppose 以往 英美 覺得你這班AO 是會 Defense 香港的 核心價值的時候 你現在 你這班 搞到香港一窩 POR的時候 我為什麼還要被你AO 讀 很簡單 這個 所以 大家看到 沒有英國 沒有美國的大學接手 如果 其實以往 比如說 應該是送人去 Cambridge Cambridge 就是英國 牛劍 是不是 沒有 都沒有 我可以跟你說 AO 想去 政府想送去外國 讀書 就不要說 不要說AO 你的警察 那些全部都沒有 以後 正常 你這班 不是政府 給不給錢的問題 是你這班 做臭 別人的肚子 然後還有一件事 你做AO為甚麼 以前和現在 以前考AO 以前幾個大職系 AO EO IO 跟著TO 貿易主任 這些位置 你不能說 完全沒有理想 進來的 那些人 我認識的 都是有些理想 才進入香港政府 當然 人工高是一樣 但是你其實去到特區 之後 進入中國統治之後 你老實說 如果我講人工高 公務員一定 人工高 你都不能做I-BAN 你一定不行的 你始終都不行的 你要高人工 入I-BAN 那個年代 那就是二十多年前 不是現在 現在進入I-BAN 都會 混蛋 但是 你要人工高 進入I-BAN 但是 做得香港政府 是有理想的 你們想 其實 就是 最講理想的是 是 彭定康奧斯 進來的那堆 很簡單 他們是想 因為 彭定康奧斯 進來的那堆 假設是 AO 然後一路上去 然後可能 一個旋轉門 變成政治問責官員 然後 你變成一個 為香港人服務的官 真的實現 港人治港 大家發現 後來越來越不像 你現在彭定康奧斯 彭定康奧斯 是用公務員的最好的 這個年代 彭定康奧當然 這個人很有 他自己的看法 但是他下面 他 內政問題 Darget Anson Chan Anson Chan 看完整件事 Anson Chan 隔壁的人 華裔的人 其實很多都很符合 C組長 黎興凌 哇 這些 我小時候聽過 那些 真是大名 那些 那些 那些人全部都可以 那些 真任權 真任權 都是 真任權 真任權 不符合 他怎麼可能 他怎麼可能 過得到 金融 第一次 1997年 第一個金融 金融 那些人沒有英國人在 那些人說 中國救香港 那些人叫做食屎 那些人說 那些人說 中國救香港 那些人都沒有三齊 真任權自己獨力解決了問題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那個年代 大家都知道 做AO 是可以一展所長 進來的人 都是有文化 有知識 那些 但是去到後來 那些 越來越不知所謂 就是 你去到有些 進入AO 我已經不明白 怎麼考進來的 就是去到特區年代 考進入AO 那些 有些我已經覺得 你怎麼考進來的 你個人這樣 你當然怎麼考的 其實禮不獲壞 是好早 好早 好多年前已經開始 就是 老師跟我同一代 考進入AO 政務主任 那些 就是我 我二千年畢業 OK 我認識的 那些 那些官 就是那些 那些九官 就是跟我同一代 那些 那些 WTF 這些人可以做政務主任 你純粹是語言 現在就可以做政務主任 沒有理想 那時候已經開始沒有理想 就是大家 人工高 身高揚准 怎麼樣 上面要我做什麼 就做什麼 然後你還要進來 肯定很多 中聯辦那些 譬如你做地區主義 到District Officer 那些 肯定跟那些 中聯辦人在一起 搞事 幫民建聯 搞香港人 一組很多事情 講耕 我告訴你 所以 其實現在 忍了這麼久 才 動手 就遲了 忍了這麼久 才動手 遲 對 都已經遲了 我覺得是遲的 那時候 你說做AO 就是 我們 這班 所謂何事 甚至 去到 就是 有些 在我出來 年輕人做評論的時候 已經是比較年輕 最大 十歲 那些 最後 離開了香港政府 為什麼離開香港政府 你外面做的事情 一定是更 你又不用魅於揚心 不是找找到真的問題 我不需要魅於揚心 我做的事情是穩穩蕩蕩蕩 我不想拿誰 就免他麻煩 但是那些是好人 那些 為什麼要留在香港政府 所以你說 現在 西方國家就認定 你這班AO 是人渣 為什麼還要幫他們訓練 錢都不肯賺 而且 隨時美國政府 有跟他們說話 國務院 有跟他們說話 美國國務院 因為 這些公務員 進來 沒有美國國務院 執行 坐在那裡 一定有美國國務院 執行 美國國務院 說 我們連Visa都沒有簽給他 你搞什麼 你再收什麼 香港學生 浪費幾個事 因為 你這些 除非那些有美籍 因為真進華的情況很特別 他也是美籍的 你不是美籍的 你基本上 沒有美國政府 endorsement 你可以進來 浪費 現在的政策就是 如果看到那些是大惡惡的 那些更加不可能發簽證 所以 算了 是這樣的 大哥 美國政府要批簽證出來的 馬修可以做的 當然不緊 然後 入香港政府 我可以說 我不知道家長的問題 不是 如果給我的看法 就是 多高人工 你都不會入香港政府做AO 因為國際社會 一定認定 你是 sun out the beach 就是 真的 you are just sun out the beach 如果我講得這麼盡 我就說實際 我用不實際 沒有事情 你跟考卡警一樣 不會有分別 因為現在香港政府沒有了自治 你都不是為香港服務 你為中國政府服務 你當然要吃屎 很合理 你做AO沒有前途 我其實都叫你 你有為的香港人 你應該離開香港 你如果你是英籍的 你想真是搞政治 怎麼學 英國公務員 我就覺得不太好 因為英國公務員 人工太低 而且裡面 英國公務員 學不學到東西 除非你很聰明 那些 否則你未必學到很多東西 你很多屎 要撿就真的 如果你想學一些Policy 或者一些政治上的東西 你想學到 如果你拿英籍 就是BC或者BNO 你應該考慮兩條路 你一天就加入政黨 OK 由最基層Counselor 選在一路打上去 OK 由最基層的那些 一路打上去 另一個方法 你就是入政黨的研究部 你讀得很厲害 如果獨立有AO的了解 其實你也能進入政黨的研究部 其實我覺得也未必有大問題 還有政黨研究部 如果你本身懂中文 你要對付中國的話 你會有語言優勢 你又不會想請中國人做這些事情 你一定是想請英籍人士 但是英籍人士又了解文化 你可能加入政黨研究部 即是走到彭定康那裡 彭定康就是保守黨研究部 坐上去的 你可以有 或者有些智庫這樣走上去都可以 你是由那些去學習 而不是走去做AO 走去做AO 學壞手勢 你真是學壞手勢 香港的公共行政 真是學壞手勢的 香港 彭定康那時的公共行政是好的 香港政府學很多東西 我都記得我說 我做人口普查 我做普查官 那時候中六就 你做普查官 但是那時候 中六普查官的學目 就很 depend自己 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 我已經寫了時事評論 我對政治有認識 對公共行政有基礎認識 那時候就問那些普查 政府統計處那些 政府統計處那些 政府的那些文件 怎樣classify 怎樣faring 那些紅雞繩怎樣用 你說那些香港政府faring 現在是fair paper fair paper是journal的 大哥 不要說到 那些紙fair paper的journal 然後就怎樣 改成confidential 就變成confidential confidential是紅皮的 紅皮的 紅皮的 Toxicret 我都不知道 Toxicret 我都忘記了 因為我沒有機會碰Toxicret 我們最多是confidential 那時候 Personal data 當作紙fair paper 就變成confidential document individuary 那時候是這樣的看法 那時候我在黃宣 那裡的普查站 那時候是做搖華街 時代廣場後面那裡 哇 很多個 我住打狗棍 野狗 那些很好的咧 我去做那個區 我被派去做旗下集政區 因為那些人不是很肯做的 旗下集政區是我做的 又不是經歷過是不是 經歷過什麼都像做社工那樣做的 但是這個時候學到很多東西 那些彭丁康做的 彭丁康年代的香港政府是所有的妥妥當當的 那一次做人口補查 但是令我很意識到什麼叫良正善治 是這樣的 這樣學回來的 那問題是你後來香港政府的學語越看越不妥 我在大學的時候 我做研究 那時候做過研究 有些事情請教過羅范招勳 我也還記得 那些俄范招勳就變成現在那樣的 那時候那個正常人還是正常的人 然後後來又做民政事務局的事情 我越來越不好 烏煙上升 那時候後來沒有進入香港政府 大學畢業之後死都沒有進入香港政府 在中國管治之下 本來已經不認同那個主權 我又不是中國人 加上我國籍又不是中國人 後來越來越沽煙了 這個政府已經黏著 你後來就發現 其實那敗壞由中國管治 第一天開始已經敗壞了 現在就怎樣敗壞了 就是這樣 所以說 不能讀哈佛和史丹佛 如果 入什麼香港政府 要學習就去英國 加拿大就不要入公務員 我也是那句 加拿大仍然入職 它那些基層政壇 看電影打一幕 也打上去 但是你不要變膠人 有些變成膠人 你要懂得學習如何去管治 這也是你自己的守衛 做一個政治家要有守衛 我就不適合做政治家 因為我性格的問題 我性格的問題 不是東邪 就是Dr.House 我剛才跟別人聊天 就提及Dr.House 我發現 我的性格也有點像Dr.House 那些古型精怪的東西 是這樣的 你不會找Dr.House來管治 我知道有人是喜歡看Dr.House 但是我喜歡看Dr.House 就是因為我的性格 我都像Dr.House 他那些是神經病 OK 那講到這裡 下一集就是香港時間早上 香港時間早上再見 你說得那麼多 你不會嗎 不是 你都不會為人